求学所谈 高中我学理科 其中的化学 生物成绩极为优秀 但骨子里还是喜欢文科 之所以没有选修文科 是因为教材太枯燥 要被许多不感兴趣的历史事件 会以精神的 临近高考时 我反省了一段时间 考虑大学要选择的专业 如果成绩够好 也许会选择北京师范大学 那里的人文气息很吸引我 尤其是学为人师 行为师范的校训 可是我的成绩一般 只好换个别的学校 既能在北京上学 又能学习传统文化的 就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了 很幸运 恰好考上 分数只超过录取线5分 收到通知书时很兴奋 虽然只是那么小的一片纸 可是勤求博彩 后得寄生的校训 深深感染了我 此时 我对中医学已经有了感情 暑假买了三本书 对中医有了初不了解 当年收到的通知书 从高考后的填报志愿 到收到录取通知书 甚至到现在 家人都在反对 说学习中医没有前途 不过我很执着 也就是很倔强了 不怎么听劝告 收到通知书那天有点失信 写了首行医以明治 谁言行医是适庸 自古就难己从容 阴阳所赖五味谷 五行和免弃行商 清今有念性凌辱 赫法无悔全乎出 但未进行中华式几度贫寒意自如 按照南淮锦的说法 这叫诗称 可能是欲言一声的 大姨第一学期 初入学 上课听得很入神 尤其是中医基础理论和中国医学史 第一学期结束时 教中医基础理论的老师说 他下午专门在七交答疑解惑 有疑问者可以去 我看空空的教室只有老师一人 兴奋极了 可以向老师好好请教了 首先向老师声明 今天不问课本上的问题 老师欣然答应 我问了许许多多初学中医者 常有的问题 比如中医能不能治癌症 能不能治急性病 以及刘力宏 思考中医中提到的 比较神奇的事情 老师的解答中 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有两点 一是我们这些在学校 接受系统教育的学生 应该先打好理论基础 然后再学那些一技之长 否则便沦为尤一了 二是对我的鼓励 老师说要好好学 以后争取做个名医 当时的廊坊大学城 信息闭塞 小小阅览事里 只有一些很旧的书 不能解答心灵的困惑 有了这一次失神问难之后 我高兴极了 我的父亲有胃病 当我查书 看到秦伯卫用黄旗剑中 汤治疗胃溃疡 便抄了原方 拿回家打算给父亲治病 因为买药不变 父亲没有吃成 这是我第一次找书开药 大于第二学期 我在高三暑假就翻过皇帝内经 以下简称内经 读四季调身大论 觉得讲得很好 读热论篇热病传遍时 发现其和伤寒论六经非常相似 觉得张仲景应该是从这里发展的 入学之后 也努力地翻阅古书 但没有任何感觉 甚至有些绝望 怀疑自己是否能学好中医 某次翻阅景阅全书时 我发现了其引用的内经经文 还清楚地记得是神有余 则孝不休 神不足则悲 我当时震撼了 在我印象中杂乱无章 不知所云的内经 竟然有如此精辟的文具 这一下点燃了我对内经的兴趣 开始用那个残缺本学习 当时 我特地从校本部借来了 皇帝内经素问 已是 看了几天之后 兴趣逐渐减弱了 在学习中药学时 佩兰条下有兰草汤 说是出自素问奇并论 能治疗口甜 内经中竟然还提到今天仍然使用的药物 这又再次引起我对内经的兴趣 我对内经的兴趣就是这样被不断引起的 可以说 完全归功于后世一家对内经 经文的转意 可是 当我回来查我的皇帝内经时 怎么也找不到奇并论 更误论兰草汤了 于是 我就拿阅览式的书对比 原来整整少了81篇 许多很经典的篇章都没有 我特意请老师从北京帮我买一本完整版的 又读了几天 觉得参考书不好用 就借了教中医基础理论的老师 给大家推荐的素问著史 慧翠 程世德 王虹图编 编读并在书上标注 画得满满的 读了一段时间 觉得素问著史慧翠过于繁琐 用起来费时费力 不如直接读原文 这时我已经不再专门读内经了 只是闲暇时随意翻读一篇 在这个时候 有个同学中了诗谐 嘴里总觉得黏黏的 没有胃口 舌体胖大 太白腻而润 我想试试兰草汤 就让他在小药店里买了配兰食客 分次泡水喝 微微有点效果 但无奇效 这是我治疗的第一个病人 几乎都不能算病 用的方子只有一味药 但因其出自内经 所以被决自豪 同时 我也发邮件 请教教中医诊断学的老师 老师说用配兰可以 但力量太微小 用三人汤加减 我去阅览室查三人汤的主证 看了吴居通那段精辟的论述 是一不知其为失温 见其头痛物寒 身重疼痛也 以为伤寒而汗之 汗伤心阳 是随新闻发表之要 争腾上腻 内蒙心翘则神昏 上蒙青翘则耳聋 慕名不言 见其中满不羁 以为停滞而大下之 勿下伤阴 而众一疲阳之声 脾气转现 失邪成是内子 故冻谢 见其午后身热 以为阴伤而用柔药润之 是为胶质阴血 再加柔润阴药 二阴相合 同气相求 遂有顾解而不可解之事 唯一三人汤清开上 叫废气 气化则失忆化也 看完之后 只觉得中满不羁 有点像 其余都不符合 况且也没有煎药的地方 所以没有继续使用三人汤 自从信手翻读内经之后 我对内经的喜爱 竟然一发不可收拾了 里面有太多有趣的东西了 比如阴虚则内热 其含义和中医基础理论 教材引用的完全不一样 发现教材中的一个错误之后 想找到更多的错 这成了继续阅读内经的动力之一 继续翻译下去 遇到更多有趣的东西 比如为什么有的人在吃饭的时候 脸上会出很多汗 为什么久能壮胆 为什么女人不长胡子 为什么有的人在哭却不流眼泪 太有趣了 这是我的第二个病人出现了 一位管理学院的同学感冒之后 咳嗽咽干 夜眠发热有汗 针对专业七年制的一位同学和我一起看的 她认为夜间出汗是我们学的倒汗 想用养血之法 建议吃鳄胶和澡之类 我认为是感冒还没好 有余热 所以才这样的 死人卖术 天系 无算福 口干洗饮水 舌胎薄而少 舌尖红 小变黄 大变两天没解 症状大概是这样 当时我还不会辨证选方 所以把能搜集到的症状 都用短信发给了教 中医诊断学的老师 老师回复 可用桑菊尹加减 岁区阅览是查桑菊尹的剂量 当时已经能被桑菊尹的方哥了 又根据症状酌情加减了药物 买药的时候好像缺了薄荷 也忘了当时是用什么替代的了 先抓一剂药 在小药店里带肩 那位生病的同学吃了之后貌似好了一点 还有咳嗽 有点痰 痰中还带点血丝 听到血有点担心 下课后赶快问教中医诊断学的老师是不是治坏了 老师说是造伤费落 可以加点瓜楼之类偏润的清热化痰药物 听老师一解释 我又有信心了 按老师的指示加减后 又让患者吃了一剂药 这次吃完后 痰中血丝消失了 不过 还有一些症状没有缓解 任其自然痊愈的 这个病人是在老师的指导下看的 虽然只治好了几个症状 但我还是很兴奋 内经还在继续读 第二个学期快结束时 我遇到了第三个病人 设有踢足球时不慎怀关节微伤 肿得很明显 先问了古商专业的班主任 老师说用凉水泡脚 睡觉时双脚垫高 因为刚办完中药影片展览 我手头有一些剩余的中药 便选了活血化瘀的药物 土鳖虫 苏木 单身 用雅铃碾碎 加点二锅头酒给它敷上 这种做法在理论上讲应该是不对的 因为还没有止血就活血了 但是有的活血药小剂量也可以用来止血的 第二天 看到种好像下去了一点 现在想想 其实是种是由局部变成周围组织慢种了 当时误认为用药见校了 很高兴 下午老师带着患者一起去了医院 拍片是骨折 很小很小的一点 几乎辨认不出来 打石膏的医生得知我们是北京中医药大学 以下简称北中医 的学生有意问我们中医如何治疗 比如 用凉水泡脚是为了止血 再用活血话语要起不时又要加重出血 我们哑口 老师也不说话 我觉得很受打击 很耻辱 回来之后 我就思考 并且开始用理论联系实际 想到了阴阳印象大论中的话 气伤痛 行伤肿 事故先痛而后肿者 气伤行也 先肿而后痛者 行伤气也 扭伤都是先痛才肿的 应该属于气伤行 但明明是由于形体的损伤导致气血运行不畅 为什么不是形伤气呢 用凉水泡和用活血话语要复是矛盾的 中医如何处理呢 又如何解释 这种问题相对偏于理论 所以就问教中医基础理论的老师了 老师回复说 可以认为是气质然后血不行 所以是气伤行 凉水泡脚只血是急则至奇标 活血话语是缓则至奇本 收到回复后我很兴奋 既得到了满意的答案 又加深了对一些中医理论的理解 这学期还有两件和医疗有关的事情值得一提 一个是我的感冒 一个是某病人癫痫发作 我曾因在窗户边睡了一觉 醒来觉得冷 怎么都不能缓解 晚上躺下裹紧被子也觉得冷 但身体很烫 此时体会到了什么是物寒 什么是物寒发热病间 后来读双寒论中太阳病 或以发热或未发热 必误寒 体痛 或忽逆 卖阴阳聚景者 名为伤寒 则很容易理解了 由此引发的思考 即感冒的诊断和治疗日后再谈 第二天起床感觉很不舒服 却笑意识打针并吃了西药 出了大量的汗 虽然医生嘱咐出点汗就行 但是无法控制 不过体温退了下来 高中时的感冒经历和这次的经历 使得以后读伤寒论贵汁汤 浮法温赴另一时许 变身直直 威似有汗者一家 不可令如水流离 并必不除 深有体会 第三天上课前 即将我的症状描述 给教中医诊断学的老师 请其解答 老师说 初起为风寒表示 可以考虑麻黄汤 忠诚药可用感冒清热颗粒 现在已经不是了 所以不会再用麻黄汤 主要病症已经消除 至于胃口不好 一般不主张开药 可以饮食调理 即古人所谓的十周养胃 但后来好几天 我的胃口都很差 人很憔悴 恶心欲殴 但从没有吐出来过 很折磨人 后来毒伤寒论 伤寒五六日中风 往来寒热 胸邪苦满 默默不欲饮食 心烦喜悠 或胸中反而不熬 或渴 或腹中痛 或斜下痞硬 或心下急 小便不利 或不渴 身有微热 或可者 小柴壶汤煮汁 以及金粿药略 问曰 病人卖术 术为热 当消骨饮食 而反吐者 何也 施曰 以其发汗 硬阳微 隔气虚 卖奶术 术为克热 不能消骨 胃中虚冷固也 我都能很好地理解 为日后治疗 使用西药发汗过多的病人 也很有帮助 第二件事情 是在巴士堂吃晚饭时遇到的 正在吃饭 突然发现楼梯口那里围了一群人 都在往地上看 我第一反应是肯定有人倒下了 我也立即凑过去 只见有一个男生倒在地上 不断地抽搐 一个女孩蹲在旁边 还有一个很熟悉的身影 他是程师兄 看程师兄在 我也挤了过去 他正在捋患者的四肢以及食指 他让我摸脉看严重不严重 那时候刚读大一 哪里能够通过摸脉来知道严重不严重 但围观了一群人 我们还穿着北中医的校服 也不好意思说不会 所以就硬着头皮摸了 脉嫌仅有力 稍数 当时的反应是 脉还在跳 并且很规律 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 所以很坚定地说 摸脉没事 其实本来的意思是 我没有从脉里摸出什么事来 看到病人还没有醒 我就想着掐人中吧 还好 曾经听说过怎么掐人中 否则掐了也无效 掐了有几秒钟 那人便静止了 不抽了 开始深运地呼吸 像睡着一样 很安详 该不会死了吧 这个念头在脑中一闪而过 一时也不知所措了 很快我观察到了一个现象 那个女孩 也就是她的女朋友 只是拍着她的脸不停地说 你怎么了 快醒醒啊 声音很温柔 有点担忧 但绝对没有交集 并且刚才问有没有打120时 她说她觉得不用打急救电话 还有在城市兄屡四肢时她有点想笑 并且天真而好奇地问 她在干什么 综合这些线索 我觉得期间必然有原因 她肯定看到她曾经发作过 并且没有什么大碍 于是我便问她 她以前也会这样吗 回答 有过 好好的就到了开始抽 我继续问 那个时候怎么好的 她说 我当时很着急 不知道怎么办 都打算叫120了 可是她自己醒过来了 这时 我心里稍微有了点底 这个应该是传说中的癫痫 脑海中又浮现出了另一件儿时的事情 一男孩和我玩 可是她一转身倒在了地上 最恐怖的是 她哇哇地大喊大哭 我想那么缓慢地倒下去 也不会很疼 为什么哭那么大声 旁人马上把她拉了起来 顿时不哭了 回家去了 我又感到奇怪 既然哭得那么凶 怎么又突然不哭了 听大人说她有阳脚风 可能是犯病了 我这才释怀 想到此处 不知从哪里来的信心 很肯定地说 没事了 我们扶她起来 很快就会醒 果然 她刚一坐到凳子上便睁眼睛了 一抹脸上的唾沫星子 继续喝她的饮料 仿佛做了个梦 而她的女朋友则不停地说谢谢 素问气交变大了说 扶道者 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中知人士 可以长久 此知未也 处理这个癫痫发作时就有中知人士的因素 日后也治疗过失眠 用到了中知人士 才得以收效结尾 日后详述 这个癫痫搞定之后 第二日诊断课立即请教老师 老师说这个就是癫痫发作状态 每发作一次对身体都是一个伤害 所以应该先制止发作 恰人终是正确的 得到老师的肯定 我乐极了 但我又想到 如果发现了别的疾病导致的昏迷 应该如何救急 小时候我遇到过 那人后来去世了 是脑出血 于是又发邮件向老师请教 老师大概讲了昏迷治疗 不知从哪本看起 不知从哪本看起 我认识的认识 我认识的认识 我认识 这封邮件使我受益匪浅 打一第二学期结束的时候 我粗略地读完了素吻 不包括欺骗大论 暑假时间大略读了灵书 由于没有真酒学的精络数学基础 读起灵书来没有任何感觉 暑假期间可以在校本部图书馆借书了 那么多书不知从哪本看起 先借了一本伤寒论 边看边把疑问抄下来 读了几天发现没有什么感觉 后来对粤美中医化很感兴趣 于是决定不拘于四大经典 先博览感兴趣的书籍 再做下一步打算 同时 我也试着去国一堂跟老师见习 这时候我大概能备一百多手方子了 那时国一堂在我心目中是很神圣的 我看了各个医生的简介 也在各个诊室门前逛逛 发现其诊室某医生的介绍说 曾跟著名医家焦树德 刘杜舟、董建华学习 我想既然有名师指点 水平自然很高 并且念在老师当年培养职恩 也会认真教学生的 我酝酿了一会儿 终于鼓足勇气去向老师说明来意 老师很客气的说 对不起 我不带学生 你如果有什么关于糖尿病的问题 可以来找我 我们探讨 虽然被拒绝了 可老师这么和气 我的心里也是暖暖的 又看到教中国科技史的老师出诊 介绍上说是三代御医之后赵少琴的学生 看他能不能答应 等了一会儿老师来了 我说明来意 老师说 我过会儿还要去开会 你到别的诊室看看吧 一连两次悲剧 我很失望 第二天我又来到国义堂 在针灸科一个老大夫那里看了好久 在这儿发生了两件对我影响很大的事情 有一位患肝燥综合症的老太太 在这儿看病好长时间了 效果不明显 老先生用的基本都是驱风湿和养阴的药物 在老先生扎针的时候 我问了问这个患者的一些症状 知道他的大便是吸的 老先生回来之后很直白的对患者说 不行了 腺体已经不能分泌了 到哪里看都不行了 患者很绝望的走了 我也和患者一样绝望 我第一次来看真正的中医治病 竟然就碰到了这种事情 我当时在想 难道没有别的办法吗 比如用些温药 心以润知 还没有想明白 一位老太太急匆匆的跑了进来 开口就喊 张大夫 不好了 快去救救她吧 大家都跟着出去了 我当时也不知患者是什么病 有人说是心梗 那个患者坐在那儿 靠着国义堂的围墙 面色清白 很难看 没有血色了 闭着眼睛 有酒放在胸口 老先生连忙扎了人中和双侧内观 只见那人睁了睁眼睛 又闭上了 老先生扎针的同时喊道 快 赶快送中日医院 再晚就来不及了 于是 那人就带着真被抬上了车 第一次见是真久急救 竟没能救过来 灵叔绝病说过 真心痛 手足轻至结 心痛肾 但发稀死 稀发但死 然而当时我求学心切 恨未见真数起死回生 感觉备受打击 随着类似的事情越来越多 我对国义堂的崇敬也逐渐淡化了 暑假没有再来找老师学习 主要是看书 等到开学再做打算 大二第一学期回到校本部上课 读书方便极了 业余时间几乎都在图书馆度过 随着看的书越来越多 各种观点会及脑海 剧烈的碰撞 简直要发狂了 现在回想当时的自己 已经近于病态 在西医中应该叫歇斯底里 在中医中数葬造了 寒假回家带了35本书回去 理性分析告诉我 即使每天读一本也是读不完的 但还是要带回去 感觉都能读完 这就有点血海有余 则长想其身大的表现了 寒假期间日夜不错 读完了九本书 包括《伤寒论》 《经馈要略》 《温病调》 《变》《温热》 《经纬及陈邦贤》等 《中国医学史》 《丁福堡的西洋医学史》等经典著作 这些书都是随读随标注 属于自己的书 或读完后抄写笔记 属于图书馆的书 并且都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 读完之后也记不住 大概有个印象 也有一点点成就感 至少打破了经典很神圣深奥难懂的禁锢 这一学期有两件值得提及的事情 第一是我在国义堂跟老师见习了 从开学第一周就开始了 直到大三结束 没有无故间断过 这位老师只是众多老师中普普通通的一员 随着岁月的流逝 一些汤头老师也忘记了 在需要的时候 都是依靠我的形式让我背出来或写出来 不过 他每次出诊都有二十多个病人 我在这儿见识了一些疾病 第二是完全靠自己治疗了一个同学的病 这在中医里不算什么大病 主症是夜间发热 冬天夜里要睡在光床板上 面色黑 舌色偏暗 舌尖红 稍有点胖 台包白裂腻 外向记不住了 用了苦寒之褶的药物 大概有黄莲 黄白 丹皮 莲子星 织母 圣地黄等八九未要 带肩 吃了三几 基本不热了 脸变白了些 很光景 看着像是好的表现 过了一段时间 脸色又变黑了 但没有再发热 第二第二学期 主要系统学习了伤寒论 诸如一方类症 以六精筒条纹等方法都用过 将398条原文拆了再组 组了再拆 这学期还开了真九基础课程经络数学学 不过此时我对真九不感兴趣 甚至有抵触情绪 这学期也是在大量读书 思想不断碰撞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为自己调理身体 试了各种方子 养阴清热的 健脾驱失的 疏肝解育的 如当归六黄汤 四溺散 逍遥碗等 都没有见效 还是出汗多 手足心很多汗 晚上将要入睡时便发热出汗 实在没辙 打算去国一堂找个医生看看 于是找了七诊时那位曾经拒绝我的医生 因为他的病人很少 不用去排队等 人也很和气 我问医生我得了什么病 他说我得的是怪病 总的来说是多痰 多淤 多湿 脾胃运化不好 我当时四五天大便一次都不会便干 他用了白竹来运脾胃 从三十克到四十克到六十克 吃了二十多剂 病情还是照旧 后来大夫竟然怀疑我容易出汗和基因有关系 是无法改变的 白竹加到七十克时 我也受不了这位医生了便对医生说 既然六十克无效 加到七十克也未必有效 不如加点刑器的乳止食之类 他边说我很聪明 边加了止食六克 生麻三克 但是这次的药我没有吃 我不再相信他了 用大量白竹通便 主要是为龙香提出并推广的 其实伤寒论理也说 伤寒八九日 风湿相团 身体疼烦 不能自转侧 不偶 不可 脉腹虚而色者 贵之父子汤煮之 若大便硬 小便自立者 去贵家白竹汤煮之 但是对我无效 说是此处 介绍一经验 据说 冬之门某医生有一张四味药的通便方 兼顾了气血阴阳 分别是白竹 白勺 生地 肉葱肉 用白勺通便 伤寒论中也说 本太阳病 依反下之 因而负满时痛者 属太阴也 贵之加勺药汤煮之 那是痛者 贵之加大黄汤煮之 又云 太阴为病 脉弱 其人叙字便利 设当行大黄勺药者 已简直 一味气弱 易动故也 所以 勺药又被称为小大黄 至于朱家应用经验 日后再谈 不吃老师的药之后 我思考着自己如何解决 那时快到夏天了 吃过晚饭在操场散步 恰好是日不锁的时段 手脚也在出汗 于是想起了伤寒论中说 手足吉然汗出折 此大病已应验 大成气汤主之 故而想试试通腐泄热的办法 不过我肯定不会吃大成气汤以枪害自己了 我买了九大黄盐粉 复肚奇 复一次可以保持好几天大便通畅且成型 手足汗也相对少了一点 调理身体的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总的来说 这一学期主要功夫都用在了伤寒论的学习上 第二第二学期要结束时 轮到我发迹了 学的知识派上了用场 那时假流很严重 我治疗了一位发热患者 以下内容摘自2009年7月10日不写的日记 文字略有调整 7月6日早8点 将要去参加经络数学学考试 接到某人的电话 昨夜着凉感冒 发烧40摄氏度 夜里3点一直烧到客下 问如何处理 患者昨夜冒雨而归患病 高烧不退以退热为先 现在不在病人身旁 不知其情况 只好叮咛速到就进医院就医 同时我也给两位老师发了短信 询问可否用清开领口服液退烧 老师们因不详舌脉 也建议送往医院 下了车静止去医院 原来输液的病人们都是坐着输的 还开着空调 未有良意 该病患穿着长袖外衣 脸红红的 神体欲睡 只说到昏沉 听他们讲刚来医院时的情形 也着实有意思 刚跨进大门 警报器就响了 被送至隔离病房检查血响 排除H1N1之后 采取了门诊 医生开了三种药 痰热青 GS R7霉素 现在正输着痰热青 看了看齐蛇 蛇不算太红 只是蛇下靠边处红鞋 胎则白腻较厚 外则服术 按支华 而有力 问之状况 他说没有胃口 总想偶扑 当时判定为含血术表 气氛预热 略间是血 但是 既然在医院 就听从医生的安排了 为了能帮他减轻点痛苦 持续帮他按压驱斥穴和骨穴 还用冰镇饮料冷敷降温 医生说因为患者空腹 所以输液速度很慢 我尽可能多的了解病人的情况 满足他的需求 以缓解病情 他说口苦 也不太想喝那些放了糖的粥 问他能否饮清水 他说可以试着喝点 不知会不会吐 不过为了降温 还是让他勤冰水 待暖热之后再下咽 但他仅仅喝了两口 就不想再喝了 由此可知 热伤未在内 全部在表了 舒坦热清期间 七手指间针尖要暗色红点 却多了起来 叫来护士询问 护士也不知晓 又请来了开药的医生 医生也没有明确说法 只说可能是过敏 让停药 还剩的大半代药全浪费了 后来专门上网查了 痰热清注射计 果然不出所料 正是中药注射计 清热化痰的 不良反应说的不是很明确 但是我敢肯定的是 那红点绝非输液的反应 停药之后还要再 输葡萄糖洗刷液管 以便输下一袋液体 阿奇没素 但是 输葡萄糖期间又出了事故 竟然输到了组织间隙中 守成了熊掌 而这都归结于护士的过错 但护士的态度却恶劣极了 当时我也很生气 到马路对面那家中药店看看 能不能买点针或者中药 去了之后 店主说没有针据 只好开药了 借了张桂台的画架小扇 开了方子 再写桂枝和麻黄石犹豫了一回 最后还是加大了剂量 开出方子如下 生枝子10克 蛋豆齿10克 桂枝10克 生枝高20克 仙茧 生麻黄5克 霍香10克 佩兰10克 易蚁人15克 白寇人6克 倒 其中 白寇人是在抓好其他药之后才想起的 觉得易蚁人 霍香 佩兰去了也可以 之所以敢用5克生麻黄和10克贵枝 也得益于那位西医大夫所说的 只有喝热水 发了汗才能好 回到患者的住处 此时已是下午3点 大家都闷热的出汗 可是患者捂着后被子也不出汗 过了半小时 仍不见出汗迹象 量体温39摄氏度多 于是 我们把药煎上了 倒出了袋子里的药材发现 枝子忘了让药房捣碎了 只好一一咬破 这一咬才知道 枝子原来一点也不苦 其汁水是黄绿色的 很鲜艳 吐了好久也没有把嘴里的黄绿水吐干净 先煮的是石膏 后下的是白寇人 不过后来看赵少秦先生之一案 货香和佩兰也都尝尝后下 白寇人是出锅前五分钟下的 当时也不知煮多久为好 但是五分钟后 白寇人的香气已经散变了全污 这才知道 原来是可以有客观指标的 以香气大出为度 我用筷子沾了药枝长了长 一点也不苦 有点辛辣 服患着起来 把药喝下去 顿时觉得浑身热腾腾的 这种感觉我熟悉 以前喝桂枝汤也是这样 捂着被子不到五分钟 开始出汗了 不一会儿 患者身上的汗已经很多了 嘱咐他如果汗出多如水洗一样 就把被子露点缝出来 躺了半个小时 患者已经清爽多了 有了食欲 要喝粥 喝了大概有200毫升 读过精方实验录 所以直到提前备粥 当时在中医青年写过文章 此时失智顺序井然 完全得利于彼时 期间 我们量了两次体温 刚喝药时是39.5摄氏度 喝周时是38.9摄氏度 当时我也很着急 因为患者虽然感觉好点了 但是体温仍不算降 但又一想 中药往往在一小时之后才起校 三小时之后才退校 干脆让患者睡觉吧 过了一个半小时 患者要起来去厕所 觉得头已不晕了 回来之后 量了体温38.5摄氏度 说想吃点西瓜 于是切了三小块 吃完之后 你抬全部退去了 刚才喝周后 抬也退了一点 但仍摆腻 再诊了其脉 浮数如故 但脉体变细 不再有滑像 符合汗后脉境 身凉而安 看了患者情况稳定 但是对于体温 会不会由此一直降到正常 我不敢确定 或许晚上还会反复 不过还有一半要在那里 睡前喝了 便不会再有事了 一个小时之后 我回到了学校 患者来短信说已经退至 37.5摄氏度 我顿时狂喜 忍不住给母亲打了个电话 报告成就 第二日沉收到短信 体温36.5摄氏度 已完全恢复 又是一阵狂喜 逢人便说 乐不可知 还有一项忘了写 当时高烧时 患者的脚和指尖是凉的 应该即所谓的热身绝一身 稍退之后 脚和指缝间的针尖 让红点也退下去了 那或许是热破小落出血所致的 此外 患者输液期间去了两次厕所 小便很黄 由此可知 气氛热盛了 在听到其体温为37.5摄氏度时 便知病适已去 未再令其服用剩余之药 及伤寒论所说的弱义服 喊出病畅 停后服 不必禁忌 此外 嘱咐其服用两天的成药或香正汽水 已扫除鱼血 本以为病情就此搞定 今天又有了新问题 患者专程来到学校 这次我也没辙了 发烧是从此好了 但前天封治学长出了疙瘩 越长越大 现知境已达一厘米了 麦华略数 左肾鱼右 舌尖红 台中后部薄黄膩 小便黄 大便干 咽喉在浸天顶穴处疼痛 不影响吞咽 看咽喉也不红不肿 我实在不知道那疙瘩应如何解释 于是决定先请教一下国义堂的老师 再决定是否到中日医院血减 去找的某老师 去了之后就很后悔 应该挂了号再去 老师的态度太恶劣了 老师说没有看到血像 也不能确定 峰池学出的疙瘩估计是淋巴结肿大 也问了有没有咽喉等上呼吸到感染症状 以及腿上皮表的那些小暗点 是不是子电等问题 老师说拿了化验单再看看 谢过老师 我们就出来了 既然没什么大碍 我也不太担心了 不过 还是让他的同学找了检验单 问了一些情况 其中白细胞偏低 血小板也偏低 但没有严重的偏差 于是决定扎针 按 当时医学知识欠缺 所看到的血肠规是发热视察的 根据齐验疼痛在晚间急缺水时严重 按虚火上炎来治 用的左兆海穴 又配了幼太冲穴 但效果不明显 他在转头之际 我看到二后顽古学处又起了疙瘩 决定再配上三胶经的中主学 再者 三胶经也寻咽喉 他这时描述了一遍咽痛的情况 从天顶学处经下和这耳一线接痛 这种痛我曾经有过 但此刻一看 完全是三胶经的寻形了 但他中主学处血管丰富 针入疾痛 不可再行针 改化了外观学 略行针便以手指肘臂麻木 再行针 竟觉得走到了上帝 这时又想起八脉教会学中外观配灵气 又取了左足的灵气学 也是略行针极有麻感 所兴起了太冲与赵海的针 单行外观 灵气两针 行外观时针敢以上传颈而至耳中 觉耳中如有风外吹之状 至患者不能再忍受刺激时停止行针 改行灵气 施泄法 一泻则真敢向上传一劫 先致小腿 再过膝 再致大腿 倒了腰 但怎么都上不去了 又行了几次 决定加强手法 最后真敢穿胸腹 直绕耳后 入了耳中 完全符合胆精的寻形 此时再去触摸猪疙瘩 已经消去一半 但也有颈部心掌的几个小的疙瘩 暗 陷于当时的医学知识 并未详细处诊淋巴结 所记述内容有失常理 留针40分钟 一直保持有针感入耳 起针 感悟 在现代 学中医者对于现代医学知识 都必须要深入了解 甚至比有的普通西医师还好 这种思维固然有益 但也是在干扰着我们的中医思维 就像去找某老师时 他首先说是淋巴结肿大 而不是说少阳精有邪 某老师是我的经络数学学老师 在朱老师中也是临床经验较丰富者 尚难免被西医思维干扰 更何况五等学生 日后应加强中医之学习 尤其是中医之生理学 以上为日记的全部内容 再补充一点关于感冒后淋巴结肿大的资料 张布陶说过 这种情况很常见 有的西医没有好办法 变得太大就切了 但在感冒还会起 有时还能长到腋下 像乒乓球一样大 而中医可以用小柴胡汤治疗 因为病在少阳精 今年上半年 有一个低年级的同学也患此病 我说可以试试吃小柴胡汤或者找我扎针 他说吃过小柴胡颗粒没有好 我建议用汤治 小柴胡和肖罗丸 他后来应该没有吃 今天特意问之 说还没有好 看过西医说没有大碍 如果慢慢自己下去 想必以后再感冒 复发的概率很大 并走熟路吗 大二暑假 主要学习精溃要略 期间也有一些治疗的例子 日后详述 大三第一学期 课程主要有次法九法和中医气功 随着气功课的练习 我觉得才开始渐渐了解自己的身体 觉得对健康问题比较有把握了 以后应该也不会有几百年之寿命 持至贵至重器 为复凡一 自己所措的情况发生了 这一学期继续学习精溃要略 对针灸没有什么特殊的兴趣 这一学期两个月的临床见习是值得一提的 见习之后 自我感觉是发生了质的飞跃 对于学习方面的见闻笔记 日后再分享 此处想重点说怎么跟老师学习 怎么让老师心甘情愿 毫无保留的把其所知道的讲出来 《礼记学记》中有一句话 扣之以小者则小名 扣之以大者则大名 代其从容 然后尽其声 我大概把它做个异议 如果问的问题很浅显而难及重点 老师也只给浅显的答复 如果问的深远而有价值 能够启发老师的思路 老师便会讲的多点 精彩点 而问问题时 最好选择大家相对清闲 气氛比较融洽的时候 这种问难的前提是老师的知识足够渊博 能回答学生提出的任何问题 在这个知识大爆炸 书籍泛滥的年代是几乎不可能的 我在随老师学习时 从不争论探讨各自所持的观点 基本都是提问 并且要投其所好 问其所专长 而一旦发现老师对某方面很专长 我却丝毫不了解时 便赶快查阅资料 以便更好的与之交流 起初在针灸科 遇到一位很年轻的老师 是我们学校毕业的研究生 我们至今还有联系 常会发邮件问老师一些问题 那时刚到医院 我很糊涂 老师带我一起去西医病房会诊 要穿越几座楼 拐无数个弯 上下几层各区都有病人 老师扎完针之后 就回诊室去了 留我起针 我转了半天便找不准方向了 既不得哪个房间的哪位病人扎了针 实在慌了便赶快回诊室找老师 因为老师手里有会诊单 单子上有房间和床号 回来的路也很难找到 边走边问 终于到了针灸科 抄完房间号和床号 赶快去起针 我又一个个挨着检查了一遍 确保所有的针都起了 回到针灸科时 老师坐在那里看书 是复印的正式针灸全集 西北针王正魁山的 老师看着挺严肃 也不多说话 摸不清楚脾气 我刚来见习便丢人 心里也很虚 一早上就这样过去了 对老师没有任何了解 下午开始签席 来了一位感冒的病人 老师在电脑上写主方 我便拿了本子在后面抄 这是国义堂的学习方式 经界 防风 江残 一下子写了八九未药 一个感冒开了这么多药 也没看出来是哪个方子 觉得老师水平恐怕不高 没有再往下抄了 老师回身见我拿着本子和笔在抄 斜了一眼 没有说话 但我体会到了 那是笔是我的眼神 笔是我连个方子都要抄 心想 好 我干脆不抄了 总之也没有发现你的处方哪里好 便将本子装了起来 老师仍是不说话 快到下班时 老师把所有诊室见习的同学叫到一起 仿佛是不关己的讲着如何见习 最起码每天早到一点 打点热水回来 做点酒精年 收拾收拾工作台 然后该轮到批评我了 老师是引经据典而又不提姓名的批评 孔伯华当年带学生是不允许他们抄方子的 让学生用心挤 过后再提问 比如一天诊务结束 问问某同学 张三用什么方 李四是什么药 我看有的同学看我开了一个方子赶快抄下来 这没什么意义 还有会诊 就那几个病人 还忘了哪个病房 当然 老师批评 我就虚心听着 其实 心里根本没有在意 我想过两天 老师也不会这般鄙视我们了 晚上回到学校之后 狂翻资料 因为会诊的多是中风后遇症 老师问诊时的很多问题 我都不知道 他想要从中获得什么信息 所以赶快查 边查边抄 包括虚实质变 常见正行 选方配学 抄了两页笔记 第二日再去 对于老师的问诊和针灸选学逐渐有些感觉了 我也没敢过多的问问题 只是很好奇的问了老师是如何配学的 看他是否总结有成套的经验 因为他扎针很快 随便一问就从头扎到脚了 丝毫不犹豫 扎完留针20分钟就起针了 老师说 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书上的那些常用学 我第一想法是 看来老师还没有太多的经验积累 我起完真回到诊室 老师仍在看书 这次是八大经典全著和普甫周一案 我心想这老师还算有点追求 能看这样的书 不过现在看书未免晚了 多半是当年没有好好学习 所以开药水平不高 得现学现卖 某天下午 终于看到了门道 来了一位肠胃不好的病人 老师的处方 法班下9克 黄芹9克 黄莲9克 甘姜6克 厚铺9克 致甘草6克 大枣12克 潮纸10克 苍竹10克 党身9克 我看完之后有些惊喜 不错啊 还会用厚铺 生姜 半夏 甘草 人参 汤和医植树汤及化财的半夏血腥汤 看来还是读过伤寒论金奎要略的 这时老师也恰恰要考我们 说看看是什么方子 我们翻身的机会终于来了 我是最不怕考中医的 只要你敢考我 以后就得乖乖的把知道的东西都告诉我了 我对答如流 这是由三个方子合成的 答案之后 老师开始给我讲 但讲了半天也没想起来方明 说什么新家汤可以治疗脾胃不好 负账 贵枝加勺药生姜各一两 人参三两是新家汤 不对啊 那是治疗发汗后身痛的 终于明白老师是要讲他刚开的方子 不就是后蒲生姜半夏干草人参汤吗 因为老师考了我 所以后来我们就熟了 回学校还特意查阅了他当年的论文 逐渐的我知道他博览群书 友好四大经典和蒲府周一书 而甄酒则推崇郑魁山 于是每次提问都问和这些相关的 比如郑魁山的家传针方针刺治病八法 过眼热治疗眼病 其实这些我只略视而已 所以提出问题让老师解答 再后来 发现每次去会诊要走五六分钟才能到 这个时候老师也比较闲散自在 我觉得这是问问题的好时候 于是我边走边问 老师边答边走 他个子高 大不留心在前 我比老师矮些 三步并两步紧随在后 问了许多疑惑很久的问题 比如子五留住 灵规八法好不好用 比如生麻憋甲汤 麻黄生麻汤怎么用 和手法为补 和手法为泻 用不用分五前 五后 男女左右等很奇特的问题 如此积累 老师把一些经典的志愿也讲给我听 还特意教我扎几个难扎的穴位 比如秋须透照海 我扎了两个人都没有扎进去 第三个人老师让我继续扎 终于可以扎进去了 在针灸科的三周里 我大开眼界 看到了针灸治病的神奇与塑像 这也是我很相信针灸 也用针灸治病 并且有时能取其效的原因 以下简单举两个病案 我跟着老师致神内科会诊一位脑梗患者 患者除了有脑梗主要症状外 还随口说了一句 没想到北京医院 这么大的医院竟然不干净 老师觉得有趣便问他 你觉得哪里不干净 患者说 有很多脏东西 晚上总是能看到些死人 鬼怪之类的 这时病友们七嘴八舌开始补充了 他晚上总是突然坐起来 而且还说话或大声喊 大声骂 老师微微一笑 说 好 我给你多扎两针 把那些鬼怪都扎没了 只见老师迅速于患者之力队 尹白学各扎了一针 这可我懂 百针附上说 梦眼不宁 力队相邪于尹白 第二天再去给这位患者针刺 老师问 你昨晚还看到鬼怪了吗 患者说 昨晚还是看到了 但是他们没有说话 并有补充 是 他昨天半夜还是突然坐起来了 但是没有大声喊 大声骂 老师说 好 有进步 继继续扎 仍旧加此力队 尹白 第三天再去针刺时 患者已经可以安睡 没有再忘见忘闻了 还有一次 我跟着老师 致神内科会诊一位头晕带茶的老太太 问病情时 她提到了胆汁反流性食管炎 每到夜间一点左右呕吐 主管医生对症治疗也没能控制病情 老师说 针灸也可以顺便解决这个问题 老太太听完觉得是意外之喜 但还是难免将信将疑 只见老师与主政配学之外 加刺左太充 行间 灵气 第二天再去针刺 老太太非常感激 昨晚安睡未兔 这个配学我也懂 内经说 病时间时甚者取之书 子丑时发作 并在甘丹主令 故取其书学 当时在读高书中的一针疗法 里面也详细提到且多有发挥 但是没有目睹 便不相信她的神奇 更不会轻易相信她的速效 第四周去了推拿科 因为没有学过推拿 那一周很无聊很难受 不过通过观察 也知道哪位大夫勤恳和气 哪位大夫身怀绝技 后来觉得太无聊 也开始问老师问题 打算先问那位最勤恳的老大夫 刚问第一个问题 老师便说 你们都没有学过 瞎问什么 回去先好好看看书 要知道见习的任务是什么 先完成任务 老医生虽然有时会有些粗野 但人很实在 回答问题也很实际 也恰好杀杀我的轻浮之气 回到学校我赶快看书 如警追病 追肩盘突出 尖周炎的辩证分形之类 不过 比起在针九科 学习的热情差远了 我对推拿实在不感兴趣 看完之后再去问 老师仍回答 别瞎问 回去看书去 以后再问还是这样的回答 再后来 我就试试去问别的医生 另一位医生是著名按摩大师 杨青山的清传弟子 但有些玩事不公 很少和我们说话 命运玩简单的游戏 只是常常提起 学习按摩是需要灵性的 光看书是学不会的 既然这样说了 那么翻阅的杨青山 按摩经验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这老师每天中午让我去给他买午饭 有一次他的饭卡没钱了 刷了我的卡 老师虽然给了我钱 还是有些过意不去 于是给我们一人扳了一下脖子 说可以舒服三天 第五 六周去的是中医门诊 我早在针灸科见习的时候 就听说某医生看病很神奇 所以我直接去找了这位医生跟他学习 谁知 刚一进门他便要赶我走 说 你到别的诊室去吧 人家看得好 我不行 我还是没走 该医生又说 真的 你去别的诊室吧 别在这儿 我这儿病人很多 没有时间给你讲 口气几乎哀求了 当然我还是不走 我说 老师 您不用讲 我看着您看病就行 主要还是这位医生很随和很幽默 否则我也不敢赖着不走 老师终于不再轰我走 开始看病了 他与每个病人都能聊得来 笑得来 一会儿问问股票行情 一会儿再探讨探讨手里的黄金是不是该抛售了 嘻嘻哈哈之间 一个方子便顺手开出来了 病人烦来复诊者 多成奇效 由于这一次我坐在老师的对面 他用电脑开处方 我一张方子也没有看到 就看他怎么接诊病人了 到了得意之处 也给我讲他是如何如何的牛 把西医束手无策的许多病人都治好了 许多人为了来他这儿看病 把病点医院都转到了这儿 不论他如何吹 我也听得不烦 因为他说的也真是事实 从病人的谈话中得知 他是李夫人的弟子 但他不寻常理 也不去读那么多的书 也没有如何提及师父 所以我也没有必要去翻阅李夫人的书了 中午已经到了吃饭的时间 他的病人还没有看完 他一直让我去吃饭 但我始终不走 坚持到最后 到了12点40分看完最后一个病人 果然没有午饭了 不过老师不用愁 最后一位病人是带着麦当劳午餐来看病的 后来再去 老师也不再哄我走了 他看我十二抄两下笔记 十二翻一下书 觉得我学的挺认真 如果不教点什么 实在过意不去 所以 他十二给我讲两句 十二让我描述一下病人的舌相 四诊中 他是侧重望舌的 老师的思维很发散 而且一有时间就去处理股票 黄金等个人问题了 我也没有机会请教 元旦放假前天 下午老师值班 看完病人之后 老师没有立即走 而是和我们完完整整的聊了一个小时 天南海北 怪但不惊 但都与医学有关 颇能启发人的思路 这一个小时受益很大 元旦假期下了大雪 上课那天我还是去了 几乎没有病人 我去了老师诊室 把老师说过可以研究的糖尿病相关知识 写了文章拿来请教 老师只是惊讶我能这么快写一篇文章 其余也没有说什么 我明白老师是不赞成我的观点的 他还是被我坚持不错的学习精神所打动 让我问他问题 问到无可问为止 可是凑巧我也真不知道应该问什么 因为老师既不遵先贤 也不读古书 我只好问了一些大家认为比较难治的病 如顽固性失眠 结肠炎等 不问怎么治 问好不好治 能不能治好 问及糖尿病时 老师回答 辩证论治 不拘一格 我又问 那么舌红少抬了也可以用健脾化施了 他很肯定的说 必须的 仅此三个字 与我却如醍醐灌顶 所学知识也在此一刻被点化而融会贯通 这是我在中医科见习中收获最大的一次 因受其启发 日后再不见病人时开放也能保证一些疗效 另一位值得一提的是中医科的一位老大夫 这位大夫比较特殊 是原北京医科大学 以下简称北医 毕业的 曾在北医任教 后来改行成为中医师 他已经退休 每周出诊一次 我进了诊室还没有做好 老师先讲话了 来看热闹了吧 我愣了一下 不知怎么回答 老师又接着说 你们不就是来看热闹吗 看完就走了 你说你们中医学院每年招那么多学生 都到哪里去工作啊 有几个当医生 你们学生也就喜欢被表扬 但是我肯定不会表扬 我要考你们 我是北医毕业的 是北医培养了我的精神 我只好胆怯的说 老师 我们不喜欢表扬 我们想学点东西 我当时很心虚 万一他考我西医知识 我可是一点都不会 只学过生理学 还学的那么差 同时也有点后悔 怎么来了这个诊室 简直上了贼船吗 北医毕业的来搞中医 那会把中医批判的要死 怎么能水平高呢 这时 老师问了我学过哪些课程 当得知没有学过病理学时 气势稍微缓和了一点 来了病人就开始考我 第一个是西医问题 很容易答对了 气势又缓和了一点 过会儿一个装有起泊器的病人来了 老师让我摸摸麦看怎么样 我摸了没发觉异常 不过这也难不倒我啊 我曾看王明之说 他摸过装起泊器患者的麦 知道了什么叫没有胃、神、根 所以毫不犹豫的回答 应该是没有胃、神、根 老师轻蔑的笑了一下 说 我可没有那么悬 我看没什么特别 自然又少不了一顿对中医的批判 我当时想 哦 这家伙原来果然偏向西医啊 过了片刻 又来了一位调精的病人 老师边开处方边问我他是什么思路 这是个调补肝肾肾的方子 我实在不知道他想让我回答什么 回答一个他说不对 再回答一个 还是不对 后来干脆就猜了 都不用大脑思考 老师说 别给我来这个 中医不就那几个套路吗 什么冲刃亏许 肝肾不足 你不用都扯上 我还是猜不到 老师说 疑鬼同源啊 这都不知道 这不是内经说的疑鬼同源吗 哎 可见你们的基础真差 自然免不了大法一通议论感慨 我则频频点头 心里却偷偷的笑 这老家伙看来中医不行啊 还望引内经 疑鬼同源明明是明朝理事才说的 内经根本没有这四个字 之后 来了一位肿瘤病人 老师又让我摸脉看蛇说 你看看这个怎么样 这次我学聪明了 你不是号称求识 偏重西医吗 好办 我觉得没什么 挺正常的 看完之后 我如是说 老师听了呵呵一笑 估计心里说句这小子挺聪明吧 我看到复诊的病人基本都有效 所以下次我还来这位医生的诊室间隙 这次竟然发现他的电脑里存有猴石黑散 竟然有记录说明他用过 我有点震撼了 这么偏奇的方子他都会用 一定要问问怎么用的 用来干什么的 我那时带着李金庸惊愧要略讲稿 赶快查阅 并背赎了那个条文 这大风 四肢繁重 心中物含不足者 看准了机会便问了老师 老师委委道来 交通部有一位体检查处胸腺流早期患者 化疗后 四肢微软无力 形如伪症 又有点怕冷 心里烦热 被逼的没有办法 便用了这个方子 没想到效果还挺好 我一时宁言无语了 一位学习的 能去读中医的古书 而且读完之后还能活用 太值得敬佩了 后来熟了 老师也经常考我 比如治疗心悸心慌 开了八九类药 问我接下来该用什么 我见老师每次都用那几位十类药 就毫不犹豫地回答了 紫石鹰 含水石 带着石 老师都还算满意 后来老师也曾让我试着开厨房 他来修改 在这儿的两个半天间隙 收获很大 至少让我见识到了 预防肿瘤复发 不见得都得用野生灵芝等贵重药物才能起效 本文为中医护学第一次活动讲述内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